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肥 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道 我是阿肥,这是阿肥 阿肥 我们今天去玩味 今天主持人是阿育律师 那我知道了 那今天应该会谈了很多 跟心理专业是有关的 所以呢,就变成我要来访谈慧文了 哇,好可怕 其实呢,给阿育坐那边 是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大家都知道阿肥是 左边的面子好看 我从初恋男友就告诉我 尽量给他看左边 就是我真的左脸比右脸好看 大家都这样讲 右脸比较圆 我是上次要跟你拍video的时候 你讲说你一定要左脸 他说你看我愿意牺牲我的左脸 用右脸就知道我爱你 我说哦,原来你这么在乎左脸跟右脸 结果拍出来真的有差吧 真的吗? 对啊,你看就只有跟你 我愿意右脸啊 真的是,真的是好朋友才有这样子 好,从而言之我今天都不管我的脸 是因为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都跟我一样 我刚刚学到一个名词叫做 不是叫做中老年族 那叫什么? 壮年? 勇壮族 勇壮 因为壮年是人家说三四十岁 所以我们既然新名词叫勇壮族啦 为什么叫勇? 就是你活到这个年龄要很勇啊 然后要壮啊 壮就是strong 要壮的感觉这样 真的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多这个年龄 你们要知道像阿辉这种知识 每次都坐在这边 每天都这样子跟来宾讲话 我最近觉得奇怪 哪里都很暗暗 结果那天去那那个物理治疗师说 你两边的经的那个张力很不一样 你是不是都看右边 然后他还问我说 你是不是睡觉躺左边 然后都向右边看你老公 我说你很幽默 那如果要这样我是看左边才对 我哪里看右边 我就想说哎呀我说你好厉害 我每天工作的时候都看右边看很久这样子 所以慧文你的节目是真的很多耶 可以让你这样长期的知识在这边 啊因为我都很专注 我的来宾都非常的精彩啊 像你讲话 我就是一秒钟都没有办法移开我的眼睛 我的一直都这样 结果哎 我这个礼拜开始 大家会发现阿辉都尽量来宾 换主持人的位置 要我换这边你知道吗 多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例子跟大家分享 我们上了年纪 我们变勇壮族之后 你要很注意自己的知识 包括做的时候头不要往前 有没有 节目里面来宾都有跟大家讲 我们蔡教授也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们很热切要跟大家分享的人 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头往前伸 物归族有没有 所以不要那么热切 话语热切 心态热切 知识要保留 哦这是他的用语还是你的用语 我把它稍微白话 我强调一下 哎呀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卖药了 怎么办 我本台本来就是有卖药的这个传统 勇壮族 对但我不能卖药 因为我是医师嘛 最近有一个违宪案 你知道医疗广告 不可以刊登广告是违宪的耶 那他是卖什么 我没有注意看 我只知道有个那个 宪法法庭出来的一个见解 日后也许你等一下下个节目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 不是拖时间 真的是跟大家讲知识要注意 然后非常的有感 知识跟知识 知识要知识跟地识不一样 好来 那个那律师有说 每次来学一点台语嘛 对 知识跟地识 地识 知识 哎呦 哎呦我们那一次 很勇敢的挑战了 小孩想爸爸的议题嘛 真的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Apple Podcast里面 有很多听众 非常支持我们谈 就说没有人这样谈 没有人这样谈 但是我们当然也有被骂了 就是有人说 什么 当然都站在 都站在女性的立场 也不是 其实我们节目里面有讲 我真的 我记得我那天有跟大家说 这个性别倒反也是成立的 也有很多的男性带着小孩 但是觉得他的前妻 非常的不配合的 也是有啦 只是说 我跟耐律师基本上 接触很多女性 我个人还是认为 女性直到目前处境 还是有比较为难一点啦 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说 我是没有看到这个 有一些反弹啦 但是我觉得 这个社 应该讲说 这个社会本来就学习多元对话 互相看见另外一个人的状态跟处境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啦 是有必要 那我们来念一个留言 一个Podcast的留言 因为他想要再问一些问题 我们上次最后 但是被骂的不够多就对 要继续 不会我们今天讲这个 应该不会被骂 来 内容是这样的 邓医师 谢谢你跟赖律师 做小孩想爸爸那一集 那一集 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 离婚之后 小孩是跟母亲的 那母亲很尽力的 但是小孩是会常哭着 说想爸爸 但是爸爸其实不来看他 或者来看他的时候 会做一些对小孩的教养 或身心 不是很好的行为 所以妈妈很困难 那这位听众朋友 不是那一集提问的那一位 是另外一位 他说 谢谢你们做那一集 说中了好多我的心情 接下来他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希望得到我们的一点建议 他说 我和先生分居三个月 没有离婚喔 邓医师 分居啦 小孩跟我 那我们就搬家 搬出去不再跟爸爸住 小孩子很不习惯 他四岁很敏感 他不太提起爸爸 那这位细心的妈妈是觉得说 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他开始有在想说 那他小孩都不提起爸爸 好像也不是很正常 他是不是很压抑自己的心情 然后妈妈是说 我是希望他能够讲出来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引导 我也不敢随便乱问 那如果没问题 去我问一下就有事 所以他现在很困扰是说 那我该不该好像去询问 然后呢 他说 小孩子说 他想爸爸的时候会哭啦 然后 小孩子是有表达过 想要住回以前的家 可是已经搬出来了 就分开了 那其中一次有约了爸爸 三个人有一起逛百货公司 另外一次是妈妈打视讯 让小孩跟爸爸讲话 通视讯 小孩很高兴 一直聊个不停 然后小孩还邀请爸爸说 要来参加万圣节派对 刚过不久嘛 结果爸爸给他爽约了 那小孩就很失望啦 那所以这个过程 妈妈说 除了我们主动去 一直邀请 一直接触之外 其余的时间 爸爸是不会主动来问问小孩 那请问我该怎么做 才对小孩是最好的 这位妈妈说到她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她很 她其实很理性 她先问说 怎么做对小孩是最好的 她有把这个对小孩最好 跟她自己的感受分开来了 所以她第一个先问 到底怎么样对小孩最好 接着她说她的感受 她自己的话 是不希望小孩的发展 会受到分居的影响 是想要给小孩完整的家 那所以她有 现在有那种遗憾感 感觉小孩在遇到困难 可是她也觉得勉强自己 硬是继续住在一起 可是跟爸爸不愉快 听说这样的气氛 对小孩的发展也是不好 那所以就要请教说 怎么跟小孩 第一个问题是 要怎么跟小孩谈 他压抑想爸爸的心情 被爸爸爽约失望 第二个问题是 那怎么跟小孩解释 他们为什么要搬家 为什么不能跟爸爸住 爸爸每年都提离婚 提了三年 那这次是因为 是第二度发现 先生有外遇 对太太来讲 真的没有办法 继续跟他生活在一起 然后是先生签好 离婚协议书的范本 写的名字 其他内容都空白 那太太填了内容之后 先生不答应 也不讨论 要去找赖律师 那离婚协议书里面会 应该一般会写好 对不对 律师会协助写好 说小孩是什么时候 跟爸爸相处 可是现在没有签 爸爸也不想跟小孩相处 所以他也没有一个法 怎么讲 法律的约定 可以要求爸爸旅行 这样子的东西 他说友善父母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 我可以 我是可以接受 小孩喜欢爸爸 让他们相处 可是你们没有讲到 爸爸不想的这种情形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难道小孩偶尔说一说 我就陪他哭一哭 这样就OK了吗 我只做这样就可以了吗 我要怎么样做到更好 我觉得这个故事 我觉得应该讲说 这位朋友的留言 我觉得有好几件事 我还蛮想聊的 第一个就是 他是分居 那在法律上 当然有据讨论 分居跟离婚 在法律上的议题 那第二个 我觉得他处理一个 很细致的就是 那孩子的安排 怎么处理 那换 把他置换到法律 就是侵权怎么安排 好 那在这里头 我就不往下讲 但是有一个 他点出一个 很大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你看好像一个 这样生命故事 其实他点出一个 法律最 最吊诡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在讲 探视权的时候 是讲爸爸妈妈的权利 不是爷爷奶奶的权利 也不是亲家权利 也不是小孩的权利 所以你有 实际上阿辉 你有听懂一件事 换句话说 我孩子想见爸爸 或我孩子想见妈妈 我有没有可能请法院 来帮我主张 判一个 我有对爸爸妈妈的探视权 或有对爷爷奶奶的探视权 然后如果呢 大人不履行的时候 我也可以去强制执行 有没有这件事 对啊 为什么没有 是不是没有 对 就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 刚才那样的一个生活 其实就点出了 整个法律制度里面 最吊诡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的儿童权利公约 在讨论到 父母子女 是不分离原则嘛 OK 所以你才有绑架子女啊 才有这个海牙公约的概念 跑出来嘛 对不对 那 欣慰 欣慰是绑架子女 绑架子女 就是指说 你没有经过 另外一方的同意 就把孩子带走的话 那我们称之于 在美国称之于 Kinnaping 就叫绑架子女罪 是一个很严重的国际犯罪 他如同淹毒犯 或者犯毒者 就即使是你自己的子女 可是你没有经过另外 一方的同意 亲权人的同意 你就把孩子带出国 或去藏匿起来 那在国外就称之为绑架子女 那海牙公约国 有两百多个国家 都已经签署了 包括日本啊 美国新加坡 你们大概就是我们 台湾比较常常的移民的婚姻 大概都有签署 这个海牙公约国 所以呢 如果是海牙公约国 你只要一旦没有经过 另外一方同意 就把孩子给带走 他就称之为绑架子女罪 那在台湾称之为和幼罪 或者是略幼罪 那我回来再讲 可是这个观点 全部都是父母观点 也就是说 你没有经过我同意 你就把孩子给带走 所以刚才他讲一个 我分居带着孩子离开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我的孩子思念爸爸 那我孩子对于爸爸 有没有一个探视权 没有办法强制 所以你看光这样子 在法律上大概就是架构出 很庞大的一个侵权 或者儿童权利公约的概念 就两公约 一个是海牙公约 一个是儿童权利公约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朝向说 去考虑到孩子 也有探视爸妈的权利 就你刚刚讲的东西 会不会未来 从来没有人思考过 我们在讨论 儿童权利公约的时候 的程序主体性 都以孩子来自于 父母对于孩子的权利 是什么 所以才会有 刚刚讲CRC第九条里面的 孩子与父母不分离原则的权利 然后跑出一个父母的侵权 再跑出一个叫海牙公约 所以呢 你没有经过同意 你不可以把孩子带走 这件事情都还是大人的权利 并不是真的是儿童的权利 对 所以赖玉士以后要推这个吗 这个真的有赖阿辉在我们的这个 是世界上都没有国家 有处理这件事 都没有去思考这件事 所以经常我在记得 我在跟很多NGO 在讨论这个所谓的探视权的时候 我说到底是父母要看孩子 还是孩子想看父母 到底是父母阻碍了孩子跟他见面 还是阻碍了孩子想要见爸爸或妈妈的权利 就是说没有人去讨论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非法律人就很快get到 就像慧文这样的情形 就说对 为什么会没有 因为我们是法律的门外汉 我们是从人情来想的 但是法律有法律 他可管不可管种种的法理逻辑 对不对 但是你们赋予大人这样权利 为什么没有赋予孩子这样的权利 这就是 我想看爷爷奶奶 不行吗 我就举一个小小的故事好了 我记得有一次 律师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抛出一个非常震撼的新想法 我们请大家可以在我们YouTube跟Podcast下面 最好是YouTube 因为Podcast上面没有办法回应 节目没有办法回应 就是大家赞不赞同 或者说你刚刚听到这个想法 有没有觉得 其实小孩也会有想要探视父母 这样子他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权益 那我们等一下来听 那律师跟我们分享故事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 那个是一个非婚生子女的 非婚生子女大家可以理解吗 就是不在婚姻当中 所生的子女 我们都称之为非婚生子 那如果你用那种传统的刻板的说法 就会说他是私生子 那那个已经是一个错误的用语 也是一个歧视性的用语 那早期在 你看我讲到非婚生子 就想要再解释一下 非婚生子女呢 以前在收出养的时候 是只有婚生子女的一半 继承权只有一半 但是呢 当然因为世代的一个更迭之后呢 那当然修正成 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 是跟婚生子女是一样的 只要有收养的话 不用收养 它是叫做认领 认领 对 就是说你如果是非婚生子女 生父呢 只要认领 你看讲到这边 我又有性别议题了 也就是说 妈妈生下这个孩子 说你不用透过认领 这个孩子的妈就是你 但是父亲呢 一定要透过一个认领程序 他才叫做爸爸 所以又不一样 所以有人一直在 那时候我跟世新性别所的 那个陈一千老师 一直在讲说这里头没有性别歧视 那我觉得另外一题了 好那我在讲这个故事就是 他是一个非婚生子 那你可以理解一个 非婚生子女的一个 他的状态嘛 也就是说他如果要去看到 他爸爸是很困难的 因为举例来讲 这个爸爸如果又跟别人结婚了 对不对 好 那我这个孩子呢 我因为我是非婚生子女 然后我要去见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也不会为我 主张会面交往权啊 他不太会来主张 我一定要探视啊 所以孩子呢 在这种 大家对于婚姻的图像 或家庭的图像里面 有爸爸有妈妈的图像的时候 同学都有这个图像 就是嘟嘟他觉得他是缺席的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思念他的父亲 因为他父亲呢 其实跟刚才那位朋友留言 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经常爽约 电话也不打 然后呢 当然家长会不会有他的出席 那么他实际上要见到爸爸是很困难 可能一个月一次两次 那么可能到后面的时候又不见了 因为爸爸可能又有别人了 所以呢 他永远在处在一个思念当中 这个孩子的过程都是这样 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说 他跟妈妈讲说 妈你去打一个监护权官司 把我的监护权给爸爸好不好 你不要 你不要是我的单方监护人 你也不要共同监护人 你去打一个改定监护权官司 把我给爸爸 因为呢 我太想要跟他在一起 我想要跟爸爸现在所生的弟弟呢 是拥有一样的爸爸跟妈妈的一个家庭的 那这个孩子呢 就请妈妈打这个官司 那大家可以理解吗 这个官司一定是输掉的 因为这个爸爸身 就是法律上那位爸爸 也是身父的那个爸爸 其实他并不愿意跟这个孩子见面 他也没有愿意跟他住 所以呢 这个孩子终究呢 只能停留在十年 法律上其实没有究竟 所以才刚才在跟慧文在聊这一题 就是说 你有没有思考过 孩子思念是没有法律的 那我们大人对孩子思念 还有法律 就叫探视权 这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来思考了 那说到刚刚 这个法官他也 如果说这个爸爸摆明了 就是无心要照养这个小孩 法官当然也不会说 往事孩子的权利 我把你判去给一个 根本不想照顾你的人 所以你说这个一定输 我们是可以想象 这个绝对不可能成立 好 那回到我们的听众朋友 这个问题 我们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我们两个来说说 自己的想法好不好 那就是说 那个小孩 被爸爸爽约 或者是爸爸不问不问的时候 小孩那种失望 那这小孩的个性 放在心里的话 妈妈应不应该主动引导他聊 会问你觉得呢 我先讲哦 我今天真的做主持人 我发现你问题丢回去 我觉得 如果要引导孩子聊之前 妈妈可能要先预想一下 根据我们平常对孩子的了解 觉得你小孩的个性 他可能会打结在什么地方 而你对于解那个结 或者接住他 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啦 或者足够的情绪容量 那我会想象的就是说 我分享一下例子 例如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状况 状况可能是母亲来谈 然后母亲就问我们说 小孩子这个状况 那他要不要问小孩 这个是我常常遇到的情况 我其实会问他说 你想象要怎么谈 不然我们就来想象看看 那他会说 我可能会想要问孩子说 那爸爸万圣记本来答应你要来 那就没有来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好 那以你对你孩子的了解 妈妈其实都给猜到 小孩会说什么啦 我说你觉得小孩可能会说什么 他说小孩可能会有两种反应 他说第一种是就 本来好不容易撑住的 被我戳破了 就崩溃大哭 然后大哭大闹这样子 然后又要我打给爸爸或什么 我说那你会怎么 他说我差点 他说我光想到这里 我决定我还是不要问他好了 因为我会不知道怎么办 那他说 但是小孩有另外一种情况 他说如果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的小孩 慢慢比较大之后 出现一种状况是 他会说 你不要讲爸爸不好 爸爸是因为很忙 他因为 因为爸爸工作很忙 所以他才没有来 所以他不是爽约 就是小孩子会替爸爸辩护 那妈妈说这种状况 他也许比较能应付 可是他又觉得说 那要不要再进一步 跟他面直 或戳破他说 其实你心里很失望 可是你都要替爸爸讲话 因为你很难承受 去面对爸爸不关心你 我说那这个就要看你小孩几岁 所以我结论一下 就是回答这位听众朋友 你的小孩是四岁 而且个性很敏感 我觉得四岁个性很敏感 你看到他 被爸爸不问不问的时候 然后见爸爸的时候 高兴不见的时候的失望 我认为有一个方式是说 你不要在他很失望 很痛苦的时候去问 但是你可以在他见爸爸 偶尔联络到很高兴的那时候 来跟他做点功课 例如说 今天有跟爸爸讲到话 妈妈注意到 你好像比平常开心 你好像还写日记 写到跟爸爸说话那种 你还把刚刚视讯的爸爸画下来 所以你是不是很喜欢爸爸 就是我们可以去 让小孩知道 他想念爸爸跟思念爸爸的心 是被妈妈看见 理解 拥抱 也支持的 然后接着 我们再来说 那如果有些时候 是联络不上爸爸的 或爸爸不在的时候 是不是跟今天的感觉差很多啊 那那个时候 妈妈可以怎么样帮助你吗 我觉得是有一个小技巧啦 就是说你在他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去想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用跟爸爸相处的好的记忆 作为底层来承托他去想象没有的时候的困难 可是你也要慢慢的训练他 知道说有些事情是无奈的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不是四岁 如果是六岁 八岁 十岁 十四岁 你可以谈的深度就会比较深 例如你们为什么会不跟爸爸住 为什么不跟爸爸住 怎么解释离婚或是分居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会问律师 对不对 而且这怎么讲 有时候也会牵涉到法律上 因为他们还没离婚啊 协议的内容 有时候先讲了一些理由之后 哇 小孩告诉我法官或是什么被录音去 那这些题就请律师来建议一下 怎么跟小孩解释 好 我真的很enjoy听惠文在讲这些分析 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温暖跟细致 我自己的看见就是 我前一阵子才跟我们现在妇女基金会 在长期做法院服务的社工 在聊这一题 那他们有带那个儿童团体 就专门针对这种离异中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有带不同年龄层的团体 儿童团体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一件事 我坦白讲做了30年才发现的事情 他说他发现在5岁以下孩子的儿童团体 最会说10年 他们所有 就是说你只要是学龄前的孩子 跟学龄后的孩子 他们在跟另外一个没有同住方的爸爸或妈妈 这一件事情上 他们讲哎呀我不要去啦 好无聊哦 妈妈要怎样怎样 或者你就会发现他会用一个去那里很无聊啊 我想要跟狗在一起 家里那个poppy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那只狗的名字 我是随便讲一个 那我意思说他会用很多的社会化的词汇来讲那个思念 然后你其实不太容易辨识 以为说他真的不想去吗 或者他说去那里很无聊 爸爸也只是跟我玩游戏 他就玩他打他电话 好我这边玩我自己的手机而已 你会听到很多的那种日常生活的对话 但实际上有时候某个程度是他会谈论是他思念 所以我很喜欢我刚才讲四岁六岁八岁他是长不一样了 那后来我们也发现说五岁以下的儿童团体在做这种分居或离异家庭的时候 他们思念会最直接 他们是不用有社会化的过程把它复杂化他的表现方式 所以他的情感表达是最快也最清楚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会很容易表达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和好 这也是他们会很快的讲出他最大的一个或最直接的渴望 那那时候我听我们这个伙伴在聊到这个带这个儿童团体的时候说 哇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呢那时候我第一个思考的是情感教育 就是说可能大家议题会摆在法律上 就是离婚或离异的一个家庭 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回到儿童的情感跟情绪教育 你怎么做 那如果说这个小男生或者小女生 小女生也许我觉得可能大家就觉得OK啊 这个思念很直接 因为就很sweetheart嘛 就是会讲一个以前爸爸带我去哪里或什么 就会很sweetheart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小男孩讲出这时候 那妈妈怎么去接住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两个 一个在对不起我就很喜欢跟慧文讲到性别 就是说就是这个情感跟情绪教育的这件事情上 在这里头其实就开始启蒙了 那我觉得应该在这里头是接住跟让他的情绪自在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情绪太强烈了 因为在如果是其他的那种不是离异家庭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情感跟情绪可能只是我们买不到玩具的情绪 可是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爸爸 这角色不在 就是家里头的拼图少掉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他的平常一出来的那种安全感的一个图像的时候 他的如果安全感被破坏 或者他情感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时候 那孩子一定会觉得怪啊 就像有时候我觉得我小孩那时候睡起来 就说睡起来 我妈妈我现在睡觉明天会不会起得来 就是你会知道他们对很多事情是处在一个高度焦虑的 好那原先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堡垒 在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是家庭成员有变不一样 而且都是很重要的人不一样 那么这个情绪跟情感是非常的强烈 那么对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来讲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需要被接住 甚至是被更多呵护的 我讲呵护是指照顾的意思 也就是说 所以如果我是想说跟这位朋友在聊这件事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像慧文那样的聊 就是那个聊当中你要有一个很大的觉察 你有没有不舒服 你一定要觉察自己的情绪 因为我们遇到一个婚姻困境的时候 很难没有情绪 我们遇到自己的一个婚姻的转变 我们的家庭图像也在改变的时候 我们很难没有创伤 所以你能不能在这时候是一个母亲角色 而不是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必须要被照顾的小孩 你必须要非常的觉察 那你刚才慧文讲一个说 你有没有准备好这个能力 其实言下之意就是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办法让孩子是孩子 你是大人的位置 就是那个位置不要混淆掉 你的创伤也不要试图从孩子那边得到你的那种 应该讲安慰 慰藉或者是安慰的方式 就是你不要说说好没关系妈妈在 我们爸爸不要我们了 我们就两个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你知道这个话其实是我会 我会很想直接讲出来 如果是我的话 就是说没关系啊 妈妈在旁边啊 没有爸爸不在我也有妈妈 可是实际上他的情感就是 现在就是爸爸不在这件事受伤 只有妈妈就好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孩子怎么去解读这种感受 那就说那我现在情绪这样是不对的吗 或者是我的这个情绪是 是无用的吗 我不知道他会去接受到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孩子 就是我刚刚讲带儿童团体里面 我发现孩子最有感觉 而且最直接真的是学零钱 所以这时候如何让他能够自在的表达他的情绪 或者是在表达他的感受 反而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时刻 谢谢赖律师说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不是一个所有孩子 我们都采取标准范本来讲 没有那种东西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说赖律师出一本SOP 就是离婚小孩会问的问题的回答进剧本 但是我想你刚刚回答 就是告诉大家 你一方面要注意自己的状况 一方面注意你的小孩 可能对每个状况的想象跟了解 我举个例子好的 很实际 我想这位朋友遇到很实际的问题是 那要不要告诉小孩 爸爸已经第三次 已经第二次外面有阿姨 跟别的 有别的女朋友 或者喜欢别人 所以他不要跟我们在一起 这个可以讲吗 可以 我讲一个小小故事来回应慧文 因为我想听慧文怎么去解这个答案 因为这一题 我当时问了很多心理师的伙伴 因为大家各有说法 各有说法 我觉得都有他的利润的点 我记得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女性朋友 她 我认真觉得她叫伟大 因为我不知道我原来那种爱 无条件爱是长这样的 也就是说她的这个老公是一个 就是外遇了 那这个女性呢 她其实当时常年的 就是主要的照顾者 就是家庭主妇 那么也成全了老公的事业发展 然后真的就是全心全意 照顾她的孩子 就是全职的 后来她发现她老公外遇的时候 她有一个愤怒 她觉得我把孩子丢给你照顾看看 我凭什么在这里头 这么委屈 然后全部照顾孩子 我现在也要把孩子丢给你来照顾 可是当时她处理的是一个 婚姻议题下的离开 那个离开是 所以她是独自离开的 她认为我为什么要 把孩子带出来 那当然那个离开一开始是 她想要出去外面再想一想 她的婚姻的下一步要怎么走 是该分居呢 还是该离婚呢 还是呢 该去告这个外遇的第三者呢 她想了非常多的策略 可是终究在这想的当中 就处理到离婚阶段了 也就是先生肃请离婚 因为她就用分居的理由来肃请离婚 因为她还没有准备好所有的状况 现在就遇到这个情形 好 第二个状况她遇到的是 她回头看不到她的孩子 好 那我们就讲到 那孩子对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误会 就是妈妈你怎么可以不要我们 因为她接受到的一个讯息 就是妈妈你不要我们 你不要爸爸 也不要我们了 好 那这个妈妈的就是 我没有不要你啊 我想见你 但见不到啊 那说你不要骗人了 可是这过程当中 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误解 可是我就很谢谢一位程序经理人 就点出了一件事情 原来孩子的误会是有一个单一事件的 带律师我觉得这个你讲的我有点那个毛骨悚然 因为我认识一个前面都一模一样的个案 我不知道后面我们讲的会不会是同样的版本 但是我们现在被同事提醒我们聊得太入神洗干稿啊 我们停一下等一下再来听夏文 最后来是什么事情 好 那个单一事件我不细说啦 总言之就是爸爸骗了孩子说 妈妈真的不来看你 就是跟爽约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 譬如说今天是万圣节 那妈妈会来看你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件事 所以孩子的理解就是妈妈爽约 所以妈妈第二次的就是遗弃他们 所以孩子对妈妈有很大的不谅解 那么既然被这个程序监理人挖出来了 那么程序监理人就跟这个妈妈沟通 你要不要把这个事情跟孩子说清楚 意思就是说你前夫造谣你 是的就是造谣 然后也跟前夫说 也是跟孩子说爸爸事实上是外遇者 也就是说妈妈的离开是因为这个爸爸外遇 不是这个什么程序监理人 程序监理人 他有权利这样讲吗 对对 他是儿童的代理人 那他也具有儿童心理师的背景 然后呢 他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就是访谈的过程当中 包括访爸爸 访妈妈 访小孩 访学校的老师 甚至可能跟相关的人 很重要的人 比如爷爷奶奶啊 这些他们都可以问的 那么这种许可会谈 就是一般的会谈跟许可会谈都准的时候 他大概会把这个整个婚姻跟家庭的那个面貌大概就会画出来了 那这个程序监理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认真 所以找出了真结点 也就是说孩子你为什么不愿意见妈妈 这件事情的真结点被说出来的原来就是 他们认为妈妈是一个糟糕的女人 妈妈不要她们 他们认为说这个离婚的原因也是妈妈造成的 那他也认为妈妈呢 二度一气她们 也就是说爸爸造了这个妖 这件事情就来了 也就是说后来呢 我们就跟这个妈妈 就是程序监理人就跟这个妈妈谈 就是说你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去跟孩子说清楚 因为你证据真的很多 好你知道这个妈妈答案是什么 我们讲的是同一个人吗 我真的觉得 我跟你说 但是这个 我是在远在认识赖律师之前 我在医院服务的时候服务过这样子一位个案 但我就是前面几乎都一样 就是说他要离家的时候 那个先生同意离婚的条件 就是说我要放你走的条件 就是你不可以来看小孩 就这样 那他本来以为事后再来想办法就好 他那时候急着想要走 所以他就同意了 然后就说不来看小孩 可是等到他开始接触 回来要想小孩了 要接触小孩的时候 发现小孩已经所谓的被洗脑完成了 就是像你刚刚讲 然后甚至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版本是说 妈妈不要他们吗 我知道的这个故事里面是 他整个反转成说 是妈妈有外遇 然后妈妈跟别的叔叔跑了 阿嬷是这样跟他讲的 然后跑了 然后呢 他说那小孩说 那所以 他说因为你妈妈已经跟别人跑了 所以爸爸只好再找一个阿姨来照顾你啊 因为你妈妈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嘛 那你就没有妈妈 所以爸爸帮你找了阿姨 阿姨也把你当自己的小孩 所以你要感恩 给你换了这么好的妈妈 所以阿嬷也是很辛苦啊 阿嬷为了这个家庭能够持续下去 孙子给他say好好 孙子孙女给他say好 让他接纳去妈妈 然后这个丈夫就把这个 外遇的女朋友 所谓的福政 对不对 然后他们一家和乐融 然后这个在外面的女生过得非常的辛苦 首先经济条件各方面 因为他之前就是家庭主夫 像你讲 他就把他在职场上的所有东西 都放空好几年 他要找到工作非常难 即便有学历 但是因为没有资历 所以他都非常低薪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之后 一直到 他说他要等小孩成年的时候 就要把一切的事情告诉小孩 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伟大的 你刚刚是不是要讲那个 你说他有证据有机会告诉小孩 可是他觉得这样子会让小孩痛苦 因为小孩目前还是要跟爸爸住的 对你好厉害喔 因为我听到就是这样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 他讲完是我先哭 我那时候非常的年轻啦 他讲完这个故事 我先红了眼眶 对 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伟大 可以 因为只是因为孩子 还跟爸爸住 他说我不能让孩子再 他可能已经气我 我不能再气 他现在要照顾他的爸爸 除非孩子能够改变生活的环境 但是 对 我觉得我听到也是这样 你知道真正的母亲是什么心情 就是包公说 假母亲跟真母亲来拉小孩 其实会放手的那个是真母亲 因为小孩拉小孩会痛 对不对 对 那我听到的说法是说 其实洗刷孩子对我的误会 不见得能倒转他过去十几年内心的疮痛 因为他就是活在那样子的疮痛嘛 所以洗刷我的罪名 不见得就可以让他不悲痛 可是又让他爸爸的人设崩毁 所以他就会觉得他爸妈都一样糟糕 那我现在又没有办法立刻把他的生活搬过来 所以他就说一切还是等孩子成年之后吧 他的所谓成年就是说 孩子比较有判断力 或可以独立生存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后来 到底有没有讲出这样子的状态 你那个故事 你的那个故事是没有 他就没有 他就真的 真是觉得他给孩子最大的祝福 然后所以刚才就是慧文在问这个朋友这一题 说他要不要告诉孩子是爸爸外遇 才要出现这个离婚才会分居 我们为什么会搬出来 就是说你怎么去告诉孩子这些变动的原因 如果是慧文 你现在那时候年轻人你会红了眼睛 我现在都还讲伟大 就是我跟你讲 女性可以理解那种 那个里头有很大的牺牲 我其实在想不管是爸爸或妈妈 这个我觉得都有可能发生 我说真的 非常非常理想 然后不食人间烟火的答案 就是说在小孩小的时候 可以不用去想讲这些部分 但我怀疑有几个人会这样做 那当然像小孩很小的时候 你跟他解释说 爸爸他不要我们是一个很糟的说法 其实就算是先生因为外遇而婚姻柴火 也不一定等同他不要这个家 我觉得比较朴实的说法应该是说 爸爸选择要跟另外一个人生活 而这是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三个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爸爸跟我要分开 就是比较如实的去描述 那我的经验大概是学龄以上的孩子 大概或者早熟一点的孩子的话 也许六岁 是可以听得懂说 爸爸选择要跟其他的人一起生活 那我们不可能 我们没有办法一起生活在一起 那小孩会问为什么 我爸爸如果有他想要一起生活的人 那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 那你就要真的跟他说 那这个妈妈没有办法 然后其实爸爸要一起生活的人 也没有办法接受我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是你以后就会知道 其实生活在一起 其实所谓的如果他可以听得懂伴侣这个字 或者说夫妻这个字 就是我们目前是一个配一个 我们不知道未来社会会不会真的一个配多个 我们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 很中立的去讲说 爸爸有一个选择 或者说我有一个选择 还是说我跟爸爸有一个选择 是我们要分开生活 那小孩就说我不喜欢 为什么你们没有开会 没有让我表达意见 那你就要请听 他就说对 但是即便你很想要我们生活在一起 可是我们也努力过 我们目前是决定不要生活在一起 其实你也在示范给小孩看说 有些事情是要选择的 如果你的生活过得很不快乐 你必须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也 其实你如果能够很平和 然后你自己处理好你的情绪 小孩子其实就学到一件事 well他以后也不要勉强跟谁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不全然都只有伤害 可是这过程一定痛 孩子过程一定痛 可是不见得 他学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 我想这个要谈下去 我们应该还要再做一集 就是父母离异的孩子 怎么成长 或他们有哪些关卡要过 当然有一些他的权益问题 种种的 这个我们就留待下一次来请赖玉士谈 结果我们今天本来准备了另外一个议题 就完全没有谈到 那就很好大家期待下一次 ok 是 我非常期待跟惠文对话 真的很过瘾 我想观众非常喜欢你来 上一次我有被客树说打断你的话 我感觉都不敢打断你说话 真的喔 没有 但是谢谢听众的留言 我觉得很好 对 我觉得赖玉士讲话真的很珍贵 我们不要打断比较好 对 谢谢大家 谢谢赖玉士 谢谢 谢谢阿飞 谢谢 谢谢